再进到这一题 下一题的时候 我要先跟大家道歉 又要再度道歉一次了 因为等一下下一则新闻的标题 可能又会再度引起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不适 上一次道歉也是因为同一家媒体 之前有一个这个 好像松烟金剑短发辣妹 那很多人被骗进去之后 发现哎呀是蔡英文 那这次又有新的报道内容了 布拉格广场打卡妹子太辣 尽是蔡英文 我感谢啊 就他都会在标题就把名字写进去 避免有更多人直接被骗进去打开来 发现看到的是这个 那这个标题一样同一家 只是每一次都用短发辣妹来包装 我不知道我们的赖总统 会不会又觉得气得牙痒痒了 可是大天委员主要讲的 还有是美媒 就是Politico她报道了 蔡英文要访美 那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亮哥立刻把连结传给我 她说奇怪了哦 蔡办的回应很符合蔡英文她的个性 蔡办没有回应 就是说呢会在适当的时机 那现在目前没有办法透露任何资讯 那如果该要访问的话 就会去访问 但没有证实任何的内容 那亮哥说这才是蔡英文嘛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有美媒报道 这件事情已经先让她曝光了呢 两条路线委员你认为是哪一个 究竟是赖清德故意曝光 让蔡英文的访美行建光死 还是美国有人想利用蔡英文访美 去做选举上面的政治攻防呢 对其实 我觉得亮哥当然非常有经验 因为通常台湾的政治人物访美 特别是像曾经担任过元首级 这样的政治人物访美 不会太早就敲锣打鼓了 就因为你一旦太早敲锣打鼓 就极有可能见光死 那也极有可能 最后就胎死腹中了 那么因此通常都是到 非常成熟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才会在有默契的状况下 对外公布 那最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 一方面你怕这个案子太死腹中 另外一方面你怕对这个地主国造成困扰 那可能会受到来自于各方的压力 所以我很少看到说 一个访美行程在这么早 他现在人都还没在美国 还连在台湾都不相信 人还在欧洲 然后你就忽然开始公布出来 他接下来要去访美 而且还是在美国大选后访美 那么当然这些东西 亮哥所推测的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那么第一种可能就是 也许美方的知情人士并不想惹麻烦 那么既然我不想惹麻烦 我就干脆让这件事情提早曝光 提早曝光完之后呢 北京方面的这个反弹的力道一定够强 那我再顺势而为 再把你这个访问的形成往后延 那么这是第一种可能 这过去我们看过很多次 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那当然第二种可能 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总统大选 已经陷入了大乱斗了 就是这个大乱斗输赢之间 这个你看每周在评估 他们的这个选举人民团票 大概数年都两三票两三票 赢也不会赢两票而已 所以他们现在的拉得非常的近 吃得很紧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相关的政策 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选票的流动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在因为总统大选 然后那个不同阵营 为了要做一些操作 对于现任的这个拜登政府 造成一些打击 或者造成一些影响 这也不无可能 所以最终要看这个消息 从哪里出来之外 我觉得就看事实的结果 就如果蔡英文之后真的去沉了 那么也没有 这个美方也没有任何拖延的 这个表示 那么也许就是总统大选的 这个的斗争 或者是真的美国有某一些媒体 他真的可以掌握到独到的消息 但是如果事实不然 最后蔡英文的防美行程 有做过调整了 那么当然就极有可能是亮哥说的 就是在这个有心的 很有技巧的操作之下 把这样的一个炸弹 先暂时往后延 因为毕竟对美国政府来讲 总统大选过后 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 美国最脆弱的时刻 是从11月5号到1月 这个新任总统就职 他们的政权 能不能够顺利交接都是问题 在这个时候 你蔡英文跑去那里 人家已经是够乱了 在那么乱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再乱上添乱 当然也极有可能 美方的这个涉台人士 他们认为大大不必要如此 其实国务院 美方国务院 已经特别跳出来说了 他们就是用什么方式 来回应蔡英文的可能到访 就是台湾的私人公民来访 今天也有一些媒体 他故意写了 一届平民的影响力 还是不容少觑的 蔡赖之间的竞和会再被放大 如果今天是在美国产生了新总统 等于选后蔡英文采访美 对台湾或许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根据了解这民进党政府仍然不放弃 今年底前要安排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 而且要并顺便过境美国 蔡英文如果比赖清德更抢先一步访美的话 对于台北来说 虽然可以解读要做分禁合集 可是当然你无法避免的 就是又会让蔡跟赖之间 他们的禁合关系被搬上台面 再放大检视讨论一波 那汉庭如果再选前去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民进党政府 是不是两方川普跟贺锦丽 这次是不太敢押保的呢 我觉得这份报导最主要的用意就是 美国不想要他来 对吧 如果想要他来的话 就一切保密到家 然后最后就如实完成就好了 那就因为不想要让他来 所以呢才放出这个报导 就是用意要见光死 那这也侧面的反应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出访 到底蔡英文他是被动受邀 还是主动要去 是他主动要去嘛 他主动要去算什么拼外交呢 那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吃喝玩乐 自己到处去旅游 是不是都叫做所谓的拼外交呢 所以先前就说像包含蔡英文 要去欧洲之前赖清德就讲说 哇这是最强外交团队 这句话其实非常不好 因为等于打脸我们所有辛苦的外交官 所有外交官都不重要 只有蔡英文他一个人他几个人 就是要所谓的最佳外交团队了嘛 而且实际上当他是主动要去 然后才来拜托我们的外交人员 去帮他安排帮他联络 我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事情啊 就凭什么你的私人出访行程 要使用公家纳税人或公家的外交部门 来帮你做安排呢 那我暑假的时候 我也受很多华侨邀请到海外演讲 那为什么我没有外交部门来帮我安排呢 那为什么我到了之后 没有外交人来给我接机呢 为什么外交人员没有去帮我安排 谁谁谁跟我碰面呢 对吧 那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呢 因为我不行是因为这个理由 本来就是很刁民的要求嘛 那蔡英文这么做 那也是一个很刁民的要求啊 那实际上我们看 就是蔡英文到底 就我们就已去了欧洲 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啊 我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脸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蔡英文然后他去捷克 对不对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是很认真的从他的脸书上找的 这不是我胡说八道 布拉格广场打卡妹子太辣 他说谢谢捷克温暖 这次来访捷克 我到了布拉格城堡 查理大桥 布拉格国家博物馆 布拉格广场等地参访 我看到了捷克的历史文化发展 也看到台湾的旅客 我见到老朋友好朋友 我即将启程前往下一站 为台湾的民主继续打拼 观光啊 观民主屁事啊 观民主屁事啊 你不就是去观光吗 观光到底跟民主有啥关系 可能在广场有许愿吧 对然后我到了法国巴黎 我已经到了法国巴黎 然后我会传递台湾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 你传递给谁啊 你传递给罗浮宫吗 你传递给谁啊 所以你不就是去玩吗 不是去玩吗 到底跟民主啥关系 然后你以后我们去玩也要这样的po文 对啊我这样了解啦 你现在为台湾 你现在都为台湾 不是他其实有 他讲民主两个字 讲民主两个字 很重要 让蒙娜丽莎看见台湾 蒙娜丽莎看见短髮辣妹 对 那当然还是要想 那他有没有演讲 因为正常如果说所谓的这个受邀 一定是去这个演讲啦 比如说到校园的演讲啦 对吧 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人员的这个拜会啦 好但实际上他就是去捷克 就一个反中论坛的一个演讲 那这演讲呢 反正就是吹他那一套 然后呢到法国 他有做的还是要讲 就不要说他都没做 他到法国呢 就是去看到那个法国的 所谓的议会的友台小组 所以这就是外交部安排的啊 这就是外交部安排 就是跟国会议员碰面 这就是外交部安排的 那为什么你的出访 然后要使用外交部的资源 那在实际上请问 这一趟所谓的 你深化跟法国的关系也好 你深化跟捷克的关系也好 能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没有 就是你去吃喝玩乐 然后有成效吗 没有 你就拍照打卡 然后短发辣妹 对台湾所谓的外交困境 有没有一点帮助 有没有办法让台湾 从回到WHA 或者是IKL 没办法 因为都在你执政任内就丢掉了 请问有办法 帮助台湾增加任何一个友邦吗 也没有办法 也是在你任内丢掉最多 请问所谓的2758号决议 你既然见到了法国的国会议员 你既然见到了捷克的人 为什么不要求捷克跟法国 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主动提案 修正2758号决议呢 为什么 所以实际上有用的帮助 一点都没有 如果一点帮助都没有 赖清德还要说 这叫做最强外交团 那就可证明 民进党执政的外交 就是屁嘛 就在你们执政当中 什么东西都拼不出来 罗浮宫前面打卡 捍卫民主自由 对不对 我去布拉格广场 为民主打拼 打拼个鬼你就去为你的玩乐所打拼嘛 为什么你的玩乐 还要由外交部纳税钱来承担 所以我希望立法院 应该要提出这个质疑 到底相关的经费是多少 那外交部我们去假设 他是所谓的拼外交好了 那也要拼出点成绩吧 你有成绩 我们就鼓鼓掌 没成绩 就是浪费钱 而且就是土利 你为什么土利蔡英文 那为什么我出国 我去海外 那为什么不来土利我呢 所以我认为这个呢 还是要查清楚 打拼跟虾拼 真的是这个一线之隔啊 可是汉庭他屡屡 就透过我们的节目 不断在跟各个有关单位来喊话 例如他上次在我们这边 大喊说这个烙碗报都没请他 后来烙碗报就请他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这一事成主顾 故意在这边一直跟外交部喊话 希望在韩架还要出访的时候 就可以有人来接听 我会拒绝 我会拒绝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达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 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